大家好,这一段是由ChatGPT所写 今天我来介绍一位备受瞩目的作家和灵性导师太阳圣德导师 他是《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的作者 也是许多人在灵性探索和成长领域中的导师和指导者 太阳圣德导师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着众多的粉丝和追随者 他在全球各地举办讲座和研讨会 致力于教导人们如何透过内在的力量来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在《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中 太阳圣德导师与读者分享了他的多年灵性探索和实践的心得体会 他提供了一系列的练习和工具 帮助读者开启自己内在的力量 重新连接和平衡自己的身体和灵魂 以获得更健康、更幸福和更充实的生活 太阳圣德导师是一个极具启发性和鼓舞人心的导师 他的讲座和书籍能够激发人们的灵性热情 并为他们提供实用的工具和指导 以帮助他们在人生旅途中探索和发现自己的潜能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位能够帮助您提升灵性 并改变自己生命的导师 那么太阳圣德导师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只要你把你的心门打开 你会发现你的收获远远大过于你可能的想象 你我都希望幸福美满 而今天我开了健三就告诉各位 这场社会就是让我步入幸福美满之道的捷径 进到我的创业生产系统 依真心的实验 的的确切清清楚楚的看到 自己就是天地的心丑 而天地的恩情就像一个很强的法瘤 灌进你的身心里 灌进你的每一天 分分秒秒你 而红尘中世人所呈现的各项主题 就将会在你的生命里迅速一件一件的实现 所以谁来讨错呢 自己啊 但是你不要恼羞成怒 你千万不要 因为人会是这样子的 你一直努力一直努力 一直努力 对方他就是木头 他是没兴趣 懒得跟你一般计较 然后你就一直 你觉得 导师啊 你可是评评理我已经做这么多了 他还是长那个样 我该怎么样 导师啊 导师啊 那导师也不理你 哈哈哈哈 把火要吃外对方 你到底要怎么样 我这么努力还不动啊 哈哈哈哈哈哈 前面的全白稿 嗯 要沉得住气你知道吧 要想通 你就把它当作自身的磨练 对不对 就是你东西要想 就是要想通说 他为什么要让你这样做 你想通了你就不会有愿意 你没想通你就会有愿意 然后每天在那边这样 坐着坐着坐着 你就会压缩着 哪一天气不过的时候 就全部又来了 蹦蹦 他吓死了 他说我又没怎样 你干嘛那么气 我是把一些可能性的预防针 先把你打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比较安全 你在哪一天 你另外一半说 你看就是学的超一身码 学的不正常 哈哈哈哈哈哈 家家用本难念的基因呢 是很难念 但是啊 但是 既然是你浓我浓 组成的家庭 我问你啊 谁是管家 你是好管家 他也是好管家 是你心目中的好管家 预先把他放一个位置在那里 不管他有没有达到 先放个位置在那 你看哦 这个热恋的时候 很爱的时候 这个看到对方 头发乱了 有没有 他就把他摸着 哎 头发乱了 头发乱了 老是老气的时候 嗯 哎 啊 去去去去去去 味道不一样 对不对 对 一定要你把 热恋下你们俩之间 要共祝家庭的这种感受 在你的心中先设定出来 也就是说 热情不能热情一下 要热情的有智慧 热情的有系统 是不是 如此一来 掌控你在你手上 让他成好事与否 你做了99% 那1%让他做 做了1点 低沉了 鼓励他 勉励他 带动他 这样会不会 为了谁 为你啊 为你自己 因为他跟你是招募相处的人 你说他第一次感受不到你的用心 你不用气馁 因为这都是两个人的课题 所以继续 下次又给他带动起来 让他看到 嗯 我跟你讲啊 人呢 因为决心不同 但是渐渐渐渐的 多少都会看到一些 我应该是 加上 我应该是 有 我应该是 好 我应该是 你 我应该是 我应该是